近日有消息称 中国海关总署停止了沙特虾的进口许可 这意味着沙特虾暂时难以进入中国市场 而此前中沙还签署了一项协议 根据协议到2020年 沙特虾的出口量将会上升到8万吨 产生约38亿元的收入 不过现在来看 这38亿元似乎要泡汤了 虽然沙特虾暂时失去了中国市场 沙特原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今年6月 中国从沙特进口原油772万吨 同比大增84% 也就是说在一年的时间里 沙特对华原油供应量翻了将近一倍 由此沙特超越俄罗斯 成为中国原油最大的供应商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5月 中国买家还和沙特签署了一份 价值超过1200亿元的 石油化工行业投资协议 如此来看 相比水产出口 沙特还是更擅长石油出口生意 环球热点财资世界 大家好 我是一航 赶紧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更多财富等你发掘 Benson 葫芝 3 4 4 2 6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